你说你昨天晚上夜没回来你去哪睡的 我要说喝多了在小一家睡的你信吗 没紧张 不管你昨天晚上干嘛了 你只要是跟我说实话 我保证不会生气 我只要夫妻之间可以坦诚相待 昨天晚上你干嘛去了 就给朋友一起喝多了在小一家睡的 行 你是不见关在部落泪你 你昨天晚上跟着喝的 你现在给我打电话快点方便提 等等 你就不怕我已经提前穿得好了 你别得意的太早了 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什么完美的犯罪 只有外被发现的线索 我问你几个问题 只要被我发现有什么 我就离家出走 然后让我八年收拾你 那你要没发现有什么问题了 给你赚八千零二千 昨天晚上几个人在哪吃的饭 五个人在小一家吃 那吃了几个菜 八个菜一个汤 那挺会吃的嘛 五个人还点八个菜 不是点了 是小一自己做的 这八道菜里面你最喜欢吃哪几个 那我想想啊 炒鸡 板牙 青菜肉 香水半豆腐 还有个杂质料 这个都好吃了 行 菜都挺一样 那昨天晚上十点 你到底去哪里了 为什么我闺女看到了一个汤 快说 不可能 十点都还没喝完 他肯定看错了 那有可能 还对了 刚才你说吃了八个菜对吧 你把全部菜名报一下 三二一 有青椒炒蛋 火腿一旁 香椿拌豆腐 炒鸡 还有什么 快点说 还有青菜肉 炸羊盆 对了还有个杂质料 还差几个 真的你问我啊 差点忘了还有个板牙 正好八个菜 怎么样我没骗你吧 等等 我捋一捋 总感觉它里不对 但是又感觉 好像没毛病 嗯 行了我相信你了 这就对了嘛 夫妻之间既要抬黑相对 还要互相信人 对吧 嗯 这个有钱 那我就给你那点吃的 啊 今天八千 多了 我现在就是给你转 放心吧 哈哈 啊 哈哈哈 不好意思习惯了我没控制住 哎呦 哈哈哈哈哈哈